海南省环岛旅游公路 灵水土福湾至三亚海棠湾通道工程 目前已经完工 并将于近期实现功能性通车 记者在工程现场看到 一座大桥跨过藤桥东河和西河 将三亚与灵水连接起来 整条道路路面已划好道路标线 灵水土福湾至三亚海棠湾直线距离仅约1.8公里 但此前两万之间的交通 均需要绕行环岛高速和G223国道 需要多跑十几公里 交通十分不便 本项目通车之后 大概节约10公里以上的路程 进一步完善了大三亚旅游经济圈的路往结构 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该项目路线全长为2781米 包括671米的椰林路利用段 以及2110米的新建段 新建段包含长约1711米的藤桥和特大桥 其两侧引道 起点顺接土福湾片区椰州路 终点连接海棠湾片区藤桥路 通车后将成为三亚灵水交界地区的重要通道 进一步加强三亚与灵水旅游交通联系 三沙卫视记者邵天池 陈佳琪 申泽帆 三亚报道 中文学费地区分构 三沙卫视许代誌 三沙卫市区费地区 三沙卫市区费地区 三沙卫市区大的梧纸 三沙卫市区的小沙卫市区的地区 三沙卫市区码区 三沙卫市区 三沙卫市区费地区 三沙卫市区地区 三沙卫市区大量